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念一下 所以留三时间沉淀下你我 而我们成长在死的子宫里 在无数的可能里 一个变形的生命 永远不能完成它刺激 我和你谈话 相信你 爱你 这时候就听见我的主暗笑 不断地他添来另外的你我 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 这时候更难懂 水流三时间沉淀下你我 而我们成长在死的子宫里 一个子宫是生命的温长 这里变成死的子宫里 生和死对立起来 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的生和死是联系在一块的 可能正是因为战胜了死亡 我们生了 我们成长 水流三世间沉淀下你我 就像一个流水 它沉淀下一些东西 很偶然的 在无数的生 无数的可能里 一个变形的生命 永远不能完成它刺激 这个一个生命的发展 它的成长有很多变数 无数的可能 永远不能完成它刺激 是吧 就这个意思 但其实这写的也是爱情 在爱情呢 它也有很多变数 也有很多可能 是吧 我和你谈话 相信你 爱你 这时候就听见我的主 暗笑 主呢 就是上帝 是吧 那两个人在热恋之中 那么谈话 互相海事三蒙 互相表示爱意 这时候呢 可以理解为 那个跳出来想想 这个也许上帝在暗笑 为什么上帝在暗笑呢 这一切都是自然现象 是吧 是一种生命现象 爱情也是一种自然 是一种生命现象 是一种命运所安排的 这个主在暗笑 他在玩弄 是吧 不断的 他天来另外的你我 使我们丰富 而且危险 意思就是命运 上帝是吧 他呢 制造了生命的很多 不可 这个意测的东西 有很多意济的东西 天来 另外的你我 你和我 还有 另外的你和我 这都是命运所安排的 都是变化的 但正是因为这样 我们的爱 我们的爱情 我们的生命 所以显得丰富 而且危险 既有很多变数 是危险的 但同时 又是美好的 又是丰富的 第二属 他写这个爱的那种偶然性 爱的那种 不可能完 永远不可能完成 就爱的 达到终点了 那就 那就也就死亡了 也就 终结了 第三属啊 比较容易懂 你的年龄里的 萧萧野树 它和青草一样的 呼吸 它带来你的颜色 芳香丰满 它要你疯狂在 温暖的黑暗里 我约过你 大理师的 智慧的殿堂 而为他 埋藏的生命珍惜 你我的鼠的接触 是一片草场 那里有 他的固执 我的惊喜 这鼠比较容易懂了 你的年龄里的 小小的野树 小小的野树 是种很 动感的 是吧 很充满活力的 这个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 很可爱的一个 小小的野树 事实上就是 你的年龄里 你的青春 你这个岁数 是吧 正是那种 充满那种生命力的 一种内在的 天然的一些活力 它和青草一样的 呼吸 你看它好像 跳跃很快 野树 青草 其实都是青春 青草的呼吸 你们听过吗 你们感觉得到吗 但是可以体会 是吧 青草也是生命 带来你的颜色 这个草香 草香丰满 它要你疯狂在温暖的黑暗里 爱情 爱的深处都是疯狂的 是一种黑暗的 这些黑暗不要理解为是贬义的 我离开 我约过你大理石的智慧的殿堂 就是说我要 不要那么理性来约束自己 而为他埋藏的生命珍惜 我们的生命 那种活力 过分的 用理性来约束 是多么可惜 你我的鼠的接触 是一片草场 借记非常好 你我的鼠的接触 是一片草场 大家感觉一下 草场 荒芜的 陌生的 那么你我的鼠的接触 初恋的感觉 是吧 这种陌生的 那种惊讶的感觉 那里有他的固执 我的惊喜 就写那种初恋的感觉 年轻的感觉 这是第三首 第四首 静静的我们拥抱在 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 那 未形成的黑暗是可怕的 那可能的和不可能的 使我们沉迷 那窒息我们的是 甜蜜的 未生及死的言语 它的游领笼罩 使我们游离 游进混乱的 爱的自由和美丽 戒术也不太好懂 是吧 静静的我们拥抱在 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 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 就是说 那种可以表述的 比较清晰的 那种境界 是吧 它通常恋爱的时候 我们拥抱在 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 这个恋爱的人 它有一部分生活是可以用 语言来表述的 是可以很清晰的感觉的 是吧 但是 而呢 未形成的黑暗是可怕的 但在恋爱当中 有没有一些 这个暗淡的部分呢 未形成的黑暗呢 还没有形成 但它的 它的未来可能是可怕的 就是爱情 它也潜伏着 潜伏着一些危机 一些危险 可能或不可能 使我们沉迷 这是一个 它包含有可能的 包含有不可能的 这样呢 我们才丰富 我们的爱情才丰富 如果爱情 所有都是清晰的 都是言以所能照明的世界 都是可以意测的 是吧 什么时候达到什么状态 那么 这种爱情 过分清晰了 也不见得就是丰富的了 是吧 那自信我们的 是甜蜜的 未生即死的语言 有时候 语言 你说出来了 好像又后悔了 说出来了 又不能够充分地表达 你内心的那种感觉 就未生即死 就是以言 它是有限度的 有时候会使到人感到窒息 在恋爱中 以言感到不够用 不能够充分表达你的 那种感觉 是吧 它的幽灵笼罩 使我们游离 恋爱中的人 都是有时候 语言 不能充分表达 语言 很可能会制造混乱 你这样说 它就矫情了 它就会误解了 是吧 它的幽灵笼罩 使我们游离 正是因为这种语言 跟爱情的关系 这种语言 所造成的那种环境 那种可能性 像幽灵笼罩 有点危险 是吧 游进混乱的爱的 自由和美丽 是吧 恋爱是自由的 是美丽的 但是也有充满危险 所以这个爱 它有不可测量 不可计数 不可预测 这个方面 但正是因为这样 它是丰富的 是美丽的 是自由的 是吧 我们看第六首 相同和相同 融为披荐 在差别间 又凝固着陌生 是一条多么危险的窄路里 我驱使刺激 在那上面里行 它存在替我的使唤 它保护而把握 留在孤独里 它的痛苦是不断地寻求 你的刺激 求得了 又必须被离 这首相对好懂一些 但是也是要解释 这写的 事实上是写那个 爱的感觉 写那个爱情 它有时候会产生一种 不被理解 那种困境 相同和相同 融为披荐 一对恋人 两个人如果太相同了 一切都是一个模子 容易披荐 融为披荐 那是融为披荐了 在差别间又凝固着陌生 两个人稍微有点差别 可能更好 但差别的存在 又会可能变成 两个人矛盾的地方 融为陌生 是一条多么危险的载路 所以这个爱 它就是在 彼此要求同 彼此要勇喜存意 在这种意义和同之间 是一种危险的载路里 很难掌握的不好平衡 我其实刺激在上面旅行 就是在恋爱之中 这种求同 存意 不由于做到 是吧 它存在听我的实况 这个它可以理解为 就是爱的另外一方 它存在 不一定就是男性的它 虽然写的是它 它存在听我的使唤 它保护 把我留在孤独里 如果一个对方 特别完全顺从于你 一切都照你的做 好像很好 很多人认为这是理想的境界 其实不见得 它保护 我把我留在孤独里 如果比如说一个女孩 一个男的 非常的合复他 处处给保护他 他也会有时候感到很孤独 是吧 他的痛苦是不断地行求 你的色系 求得了又必须背离 这个他 你们要注意 他不断转换 不一定是恋爱中的某一方 也可能就是 指的就是爱情本身 他的痛苦是不断地行求 这个爱 他就是不断地行求 不断地追求 是吧 他苦就苦在这里 什么时候不行求了 不创造了 爱就消亡了 是吧 你的色系 求得了又必须背离 就很可能就是 他要追求 得到了 他又放弃了 是吧 这个爱 他要时时地更新 但有时候 他容易变化 这写的是一种 爱彼此之间 到底是同呢 还是义呢 这是一种 非常微妙的平衡 是这个意思 第七所 风暴掩路 寂寞的夜晚 丢失记忆 永续的时间 所有科学 不能弃除的恐惧 让我在你的怀里 得到安慰 在你的不能自主的心上 你的谁有谁无的 美丽形象 那里和我的平行中生长 这个比较好懂 是吧 写那种感觉 风暴掩路 寂寞的夜晚 象征 代表这个爱的 那种感觉 那种经历 那种体位 里边有风暴 有眼露 有寂寞 那晚上 丢失记忆 永续的时间 也是在爱的道路上 它有些部分是要丢失 有的是要记忆 所有的科学 不能去除的恐惧 就是你用科学的世界观 不一定能够解释 爱 也不一定能解释 人的恐惧 有些潜在的 严实的东西 让我在你的怀里 得到安息 这个彼此 寻求一个美好的一个归宿 在你的不能自主的心上 你的谁有谁无的美丽形象 那里和我的平行生长 这就比较容易懂了 这些爱的一种追求 是吧 虽然你是不能自主 可能变化 但我也希望 我能够跟你 这个平和的生长 就验这个爱 能够起得一个 比较平和的一种发展 第八 第八说 再没有更近的捷径 所有的偶然 在我们间定型 只有阳光 透过缤纷的枝叶 分在两片 两片晴艳的心上相同 当季后一到 就要国赐飘零 而赐给我们的季数永生 他对我们不仁的嘲弄和哭泣 在合一的脑根里 化为平静 第八说 有点宗教的感觉 夜落归根 爱最终也要归为一种平静 再没有更近的捷径 所有的偶然 在我们间定型 爱到了一定份上了 是吧 定型 只有阳光 透过缤纷的枝叶 分在两片 晴艳的心上相同 是吧 这里啊 那个阳光 透过那个枝叶 这是非常 这个偶然的一些事 你想想 这个怎么透过来 它是变化的 阳光投射在两片晴艳的心上 同样投射 是吧 就讲了爱 它最终 你总是希望寻求 一个在偶然中 寻求一定的安定 等季后一到 就要骨刺飘零 就是说 第一手 讲到爱 它是一种 生理现象 是一种上帝的安排 大自然的规律 是吧 这里也是 季后一到 就要骨刺飘零 这个爱的再深 到了季后一到 就时间一到 也要骨刺飘零 都要骨刺 寻找它的归宿 而赐给我们的 季数永生 是吧 只有大自然 永远在寻反往复 永清 它对我们不仁的嘲弄 好像大自然在嘲弄 我们的爱情 好像不太人 不太客气的 不太仁义的一种嘲弄 和哭气 在合一的老根里 化为平静 不管怎么样 一切都要最终 夜落归根 化为平静 这最后有点宗教的感觉 看得很淡 所以你们看 所有这个诗 都是这样的写爱情 有种显而上的思考 有种超越的感觉 是吧 有种终极的关怀 所以通常我们那种 浪漫的热烈的 是吧 那种爱情的表述 很不一样 是吧 很不一样 所以爱情呢 这是诗歌常见的主题了 在五世以来 新诗里面的情诗也很多 比如说我们讲过 二十年代 胡办诗社 一九二二年前后 像汪静芝的 慧的风 像什么妹妹 你是谁 那些 很清浅的 很坦诚的 那种恋爱诗 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 那时候 这个诗歌需要坦诚 需要支持 需要打破那种 传统情诗的含蓄 古代 唐诗诵诗 也有一些是写爱情的 少量 是吧 他往往写爱情 都是远寒中写 对政治 对现实的关怀 真正的爱情诗不多 但是传统的爱情诗 往往都是非常含蓄 含蓄的 所以到了现代以后 要突破这种 传统的审美的习惯 所以想比较坦露 来表达爱情 用费民的话来说 就是老老实实的 少年白话行诗 像那个胡办行诗 妹妹你是谁这样的 那些是非常坦露的 老老实实的少年白话行诗 带有那个五四 青春期的一个特点 用费民事件来说 和你说的一样的 争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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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带来的 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